他想要封我屋子 他想你現在這麼簽我 17年到現在20多錢 今天你要設定20多錢 馬上給簽我 那你12點錢進在銀行 簽給我 沒有要來封你那場 電話沒有停過 幾分鐘一次來 我打回去 他就沒有停 另外 等一下又另外的電話號碼 又打給我 那方有捧哨你嗎 有捧哨我 你不來 我封你歐子成不來 你不快點來啊 我不給他媽 爆料 我叫你不給他媽 順領拿給我看 警察信給我看 沒有沒有 還要有 那個best人信給你 什麼羅葉信給你 我沒有收到你有簽名 我給你 我給你 先給我看 有沒有 還沒有不失聲 所以 他的這個 Mr.Simon Lee的case 第一很簡單 沒有可能銀行 會跟你 叫你還錢 然後呢 不是還給銀行的 OK 不是還給回 法律上呢 他們只可以告你 如果你簽錢 第一 bankrupt的話呢 要100千 第二呢 他們沒有可能來封你的物資 沒有可能的 OK 最多是你bankrupt罷了的 沒有可能是封你的物資 然後要你的物資的東西 全部要辦到完 他們根本是不是跑法律了 第三呢 好像他這個Mr.Simon 他簽的錢是 他講他有用credit card 也是不懂有沒有簽 也是超過十幾年了 Under Limitation Act 那個是六年罷了 超過六年 他們也是不可以 採取什麼法律了的 告不到的 OK 沒有可能的 所以你們一定要小心 如果收到這些電話呢 你們要做的東西 第一呢 你肯定要去回你自己的銀行 他們講什麼銀行 什麼銀行 你要去check看 有沒有這回事 第一 第二呢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呢 你要報警 為什麼 因為是恐嚇了 他們會一直打給你 然後昨天我也收到四個電話號碼 也是這樣子打給我 叫我還錢 忽然間講我有欠錢 好奇怪的 很奇怪的 他們趕趕來了 你們要小心 現在這些故事很多了 你們一定一定要小心 千萬要小心 謝謝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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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